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好 接下来再给大家扩展一个知识点 就是什么呀 咱们看一下哈 这个fork.c 我再给你扩展一个扩展一个知识点哈 就是说这一个呢 就是说复建成结束了之后 它就会释放终端的输入权 然后大家抬头看 这是不是咱们最早写的那个代码 子建成当中Y1 复建成当中Y1 我在这个地方 把这一个复建成的这个Y1改一下 那for什么呀 i等于0 i小于几 5i++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然后呢 它学习5495 复建成是不是就结束了呀 int the i 好了哈 咱们看这个代码 那子建成是不是一直在在执行呀 好 这个时候其实子建成就是五秒钟之后 它就变成孤二建成了 咱们将来会讲哈 gcc test 3.c -o test 3 好 大家抬头看 前三秒的时候 父子是不是都在抢五秒的时候 父子是不是都在呀 五秒钟之后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只有子建成了呀 而且你看01对 你看这个提示符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呀 副建成结束之后 它就立马打印那个终端的 是要的提示符 明白没有啊 释放终端的输入权 你看 我敲ls好不好使啊 cleer ls 是不是好使呀 只不过呢 因为副建成已经结束了嘛 它释放终端的输入权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你就可以输命令了 那说明这个子建成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后台运行的一个建成了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是不是这个子建成相相当于在后台一直运行的呀 因为终端的输入权是不是复建成结束了 子建成是不是复建成结束了 中端的输入权是不是就被释放了 咱们就可以输入山药命令了嘛 是不是啊 哎子建成在后台失控了 就是它它是一个后台运行的这个建成了啊 是不是啊 哎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子建成呀 它是个孤二建成 明白没有啊 哎 它是个孤二建成 然后呢 那咱们可以怎么样呢 同学们 咱们可以ps-a 是不是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626924呀 这就是这个test3这个建成 就失控的这个这个这个建成 明白没 在后台运行的这个建成 不能说失控嘛 啊 人家还没失控呢 什么正常运行呀 只不过呢 就是说相当于是你可以输东西了 输命令了啊 那这就是孤二建成 你要是在那个程序当中打附建成号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打移了五秒钟之后 明白了没有啊 然后呢 咱们可以把这一个什么呀 把这个建成干掉 你看 K啊 嗯 六九二四是吧 走你 走你 你看 是不是老实了呀 是吧 结束了吧 是这意思吧 好 这就是刚才说的 如果附建成结束了 他就立马释放中端的输入权 那子建成有可能还会去打印东西到到屏幕上 但是你那个屏幕上确实可以说明令了 明白没有啊 明白 好 了解一下哈 那孤二建成咱们是不是知道了呀 僵尸建成是不是也知道了 就是附建成没有掉位他回收子建成的资源嘛 是不是 是不是去僵尸建成呀 好 所以说呢 后边课程当中的这一个僵尸建成和孤二建成 是不是已经讲了呀 是不是啊 然后守护建成呢 被称为精灵建成 它是一个特殊的孤二建成 明白没有啊 然后这种建成脱离终端在后台执行啊 然后你可以去看电子书 然后详细的咱们就不再讲了哈 然后呢 呃 这个精灵将建成他干嘛的 其实这个建成他一直存在 明白没有啊 一直存在 然后一直在后台运行 明白没有 哎 好了哈 这是守护建成 那这三种特殊建成都给大家讲了哈 可不可以 在哪里 第一 내용 很多工具 了 要做 有关 一 organism 决定